而多年没有整修的台东李渝山 介绍篮球场 民众在球场打球的时候容易受伤 经过球友 向议长饶庆林以及议员们陈勤 县长黄建廷也特别指示教育处进行整修 10号的下午进行了动土仪式 由议长饶庆林以及教育处长张志明 和多位贵宾一起参与 工程预计要在12月中旬来完工 希望能够提供球友一个舒适 又安全的运动场地 议长饶庆林 教育处长张志明及多位贵宾 一起为介绍篮球场进行动土仪式 市区也将有更优质的运动场地 在台东市区内 找到一个能够自由 让民众使用的篮球风雨球场 那大家就说台东市很多啊 但是我想这边很多的朋友都知道 很多但是都是学校机关的 最让我心里悬念的就是介绍球场的这个风雨球场 好事多磨 原本要在这边盖一个风雨球场 但好事多磨 那么因为种种的因素 我们必须要把这边的风雨球场移到东海运动公园 但有时候无或相依 虽然无法在介绍球场如各位的愿望 在这里盖建风雨球场 但我们在这边也会做了一个更完整的夜间球场 林九师修的介绍篮球场 在县长黄建廷的指示下 教育处拨出经费进行整修 希望提供球友们优质的运动场地 第一个就是现在他所看到的这个球场 我们今天这个球场是在台东市 是具有记忆的球场 大家小时候都在这边打球了 那大家年久总是要整理一下 所以大概我们会把所有的地平 整个把它抛除之后呢 重新来铺盛 那另外呢 也配合现在大家做起时间 我们加装的自动投币的夜间的照明 让能够稍微喜欢下班后要打球的 这种才有地方去 同样的我们在东海运动园区那边 我们一样把我们的篮球场 我们来增加钢盆的建筑 同样有LED的这样的造型设备 一样可以投币的 目的就是让我们所有爱好篮球的这些球友们 下班之后不管是三对三 或是来打个全场的 大家可以进行来花费 本次的工程除了借受篮球场整修 外东海运动公园篮球场及体育馆 也将同步进行整修 预定在12月中旬完工 台东市区未来将有三个 符合标准规格的篮球场 让民众能进行的运动 记者判俊雯台东市报导